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恒天成为他的第二个家 这也从侧面反映他的古装造型深入人心 就当大家还沉浸在顾川的悲惨遭遇之境 郑嘉伦的代播剧《长安如故》发布首支预告 该剧不日就会在令令剧场上映 郑嘉伦正式开启把瓶模式 这下剧名真的有福了 仪式大意不悔情深 《长安如故》期待共赴 预告很短 但是在仅有的几个情节当中 我们看到了该剧的整体 大概基调是悲凉的 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故事情节的走向 但是任嘉伦的古装造型太抓人眼球了 看完小兵好像感慨一句 郭超 你要不收拾下行李 常驻横店拍古装好了 滤镜画面真实写实 有着历史的厚重感 人物造型贵气紧洁 服饰精致不违和 无论是在王府的居家服饰 还是上战场的铠甲造型 都感受到了剧组对造型这一块的用心 大家都知道浮道化对演员的加成是很大的 景音之下的出圈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为路易的美貌太过于摄人心魄 不管是非与服还是寻常 世家子弟的造型都非常的经典 抓住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所以成为当年影视剧里的一匹黑马 这些任嘉伦有在采访当中透露 自己近几年来呢一戴头套就会头痛 拍摄的时候必须依靠止痛药来缓解症状 针对这个情况呢 长安如故采用半头套的设计 这样避免全包头套 让任嘉伦的身体感到不适 又能够符合角色的造型 从目前的预告来看呢 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符合任嘉伦 引起病人贵气十足 任嘉伦的五官特点 让他和古装造型的适配度格外的高 眼睛沉冷深邃 眉心透露着东方的自然韵味 脸部信条明朗 圆中带方的下巴 皮相和圆润是带着饱满 总体来说呢 就算是他良好的五官 加上卓越的古相 两者搭配相结合 让他的古装造型出类麻醉 异于常人 尤其是竖发造型 更加凸显了他五官的优点 破具小南陈王那种不怒自威 应有无比的气场 大家都知道古人不好演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像是现代人这样的奔放 随性 不管是走路或者是仪态 都是各手礼教 规规矩矩的 古装片中演员都有着专门的李老师在片场指导 很多人都觉得任嘉伦演古装片没有违和感 其实啊不单单是因为他的五官 还有他的体态和全身散发出来的气场 运动员出身 退役后又在韩国做了几年的练习生 我们不能发现跳舞的人体态和寻常人总是不太一样的 任嘉伦在男演员当中不算很高 但比例协调 肩宽腰戏挺拔精神 端正舒展 良好的体态在要求严谨的古装片当中 无疑是加分的 长安如故的预告让我们看到了任嘉伦演绎起 这位忠肝义胆的小王爷也是得心应手 不输之前的古装角色 不管是敌人杰 广平王李叔 许轩还是陆毅 一任前面从来不是随口说说 每一面每一个角色在他的影音之下都别具强心 富有人物特色 可以说每一次的古装造型都让他不同的形象 生动的展示在我们眼前 或冷俊 或微笑 或沉思 都如画中走出来一般 郑嘉伦饰演的小男陈王 在短短几帧画面里 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古装扮相再一次爆表 惊艳了众人的眼眸 可以说非常符合书中小男陈王 眉目中仿佛有笑 竟如阴日一道河絮阳光 晃了人眼的形象 看完长安如故 首支预告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有没有被任嘉伦饰演的小男陈王惊艳当当 我觉得一位演员如果想要古装扮相好 不单单是皮相好 还要古相 仪态与气场三者相结合 缺一不可 大家赞成我的说法吗